郭台銘這三部還是了無心意啦 就大家講來講去就是三個嘛 等待煥侯然後跟柯文哲合作 現在是併購民眾黨 不過他也不敢講了啦 然後第三個就是獨立參選 然後我只能說了無心意 但是他的動作不斷 這是確實的 我先來講一下這個光晴姐那一段 因為光晴姐其實我昨天有跟她同台 那她昨天的那個臉書 也表達了她的這個抗議跟不太高興 因為事實上是郭台銘親自打給她 跟她對光晴姐自己在臉書上 是最近的事情 對對對 郭台銘而且事實上 她那個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光晴姐就是在節目上是分析說 就是郭台銘不要選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就郭台銘看到了就打給她 跟她講說呢 她會要選到底的 而且光晴姐還跟她約了專訪的部分 所以呢 所以昨天光晴姐她不高興的地方是說 你明明郭台銘就親自打給我 跟我說你要選到底 但是呢 你又讓你的這個郭伴啊 或者是說誰誰誰 又在那邊開始否認說 啊沒有啦這樣子 她會覺得沒意思 所以她在最後的一句話講說 她建議郭台銘或郭伴以後不要再跟她聯絡了 所以 生氣了 搞成這樣我覺得是何必呢 當然啦 我認為說郭伴你可以去否認說 沒有我七二三 我沒有要宣布參選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去否認說 你沒有要選到底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不只是光晴姐 事實上她周典論 現在周典論幫她操盤嘛 就我了解周典論的女兒 就周梦榮 基本上都已經在信義 信義那個豪宅 就每天上班的地點 很常在那裡 對她在幫她操盤 她女兒基本上就很常在那邊開會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周典論現在也是會私下跟大家講說 郭台銘就是要選到底 這麼多人都知道你要選到底 你何必去發這個否認的聲明 我是覺得沒有意思 那回過頭來 你再講到說郭台銘 他現在如果沒有要選的話 他幹嘛還要辦這個造勢活動 跟大家報告最新的 他有三場 應該說三加一場 三場一場是高雄714 要辦造勢的第一場 然後第二場是台中715 然後三加一的一場 我們剛剛講了 就是716的凱盜 凱盜大遊行這一場 黃國昌他們的 然後最後一場是新北市的721 造勢第三場 可是我不認為說這個是造勢 我覺得因為他是找吳子家辦 就有點像董事長開獎 對對對 就像侯友宜 他或者侯友宜之前跟柯文哲 那個樣子的見面會 或是粉絲會 我覺得會比較像那樣子的一個場合 所以你說你這個都要辦 這樣子的見面會跟粉絲會 而且是連續三場 都在至少都在全代會之前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很像的是演習 因為演習的部分 他我最近講 他最近也簽了新的公關公司 他公關公司是找 當時幫高鴻安操盤的 那個新的公關公司 他簽約簽到918 918就是獨立連署 中九段獨立連署 他簽到918這個合約是新簽的 另外他也找了媒體人 文憲姐也加入他的行列 當他的顧問 所以他動作是超多的 如果說你沒有要獨立參選 你沒有要參選 你沒有要參選 你何必撥撥這麼多房子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剛剛你剛剛念施小光那一篇 對 其實我有聽到 最近都是國民 你有聽說 我跟你講這都是國民黨裡面人講的 如果國民黨沒有講 我們怎麼會知道 他講說以後他預測新的三家都 是哪三家 賴清德一家 郭台銘獨立參選一家 另外第三家會是侯科 侯科配 所以侯正科復 對 國民黨哪來的自信 對啊 就像他這篇分析講的 我覺得國民黨 他這個論述 真的都很像侯爺的論述 什麼東西都要有前提 比如說兵役四個月 要台海穩定合約 然後就說 如果要恢復合一合二 要專家先評估 什麼東西都有前提 他這個侯科配 也是有前提的 第一個 他要先解決郭台銘之亂 他說九月之後 郭台銘之亂要先解決 我不覺得郭台銘之亂 是國民黨可以解決 而且郭台銘 他怎麼會形容 郭台銘叫郭台銘之亂呢 能解決現在就處理了 對啊 好 他的前提 第一個要解決郭台銘之亂 第二個前提更好笑 第二個 他們是要侯友宜重回老二 好 那他這個難度很高 那再來 所以第三個 要柯文哲無條件投降 對 無條件投降 這不是小玉聽到的說法 顯然跟小光聽到的是一樣 要柯文哲無條件投降 對啊 你是有原子彈嗎 他的說法都一樣 就是說你柯沒有資源 你只有空戰 反正到時候國民黨整合之後 他們的這個整合會起來 就侯友宜會重回老二 還說朱立倫不會被柯文哲唬 寫得跟那麼神勇一樣 所以基本上 當然我有聽到 就是國民黨的神預言 認為新的撒喀都 賴清德 郭台銘跟侯柯 這是新的撒喀都 但是我認為說 你要這個新的撒喀都 神預言可以成形的話 基本上你要先做到你這個前提 我就覺得是難上加難 所以國民黨的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到下禮拜會發生 那誰是李世民 所以我覺得如果國民黨 如果真的有人提出來說要換猴的話 那你國民黨只能夠一直永遠做 滾動式民調 如果你以下換的是 換郭台銘上來 那到後來到十月十一月 郭台銘如果民調要下來怎麼辦 再換嗎 這不是一個政黨的應該的作法 今天侯友宜民調低 我們要怎麼樣全黨團結一致 讓他民調起來 而不是說把侯友宜換掉 換另外一個 如果換另外一個 他民調又低怎麼辦 永遠都在更換當中 這就表示你國民黨沒有一個集中的意志力 來支持你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這對黨來講是很差的 民進黨也不能說 今天賴清德民調若寶下族 我們就換一個人 那大家會覺得你整個黨的 怎麼能夠團結一致對外 第二個我真的覺得 如果說郭台銘在這個七月二十三號 全戰會只要辦那麼多場的 這個造勢活動 我只能說他真的是政治的幼稚病 你真的以為七月二十三號 會把你換上去嗎 就像他當初五月十七號之前 他也辦了好幾場 他也只認為他還跟柯文哲講說 我八成被國民黨提 柯文哲啞然失笑 你連這個制度都不曉得 你怎麼有這個把握 所以我覺得柯台 柯文哲是真的從眼中 他對於郭台銘的政治判斷能力 他是相當質疑的 甚至我認為他是看 覺得很大的大問號 他怎麼會跟郭台銘配呢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真的而且我覺得他一個麻煩點 就是他太會算了 他一定 他這個企業家就是說 我一定要全部給我把握 我才進場 對 所以他沒有把握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你看他上禮拜去什麼 王家針去站台一下 好像有點氣勢 對 他就說起來了 他說不見人了 然後就看反應怎麼樣 如果反應不錯 我再加碼 但是我覺得政治有時候 是要一鼓作氣 所以他是要穩賺不賠 對 穩賺不賠 就跟他當初 併購Shop一樣 他是很理性的 但是政治有很多什麼 是感性的 甚至是有點就是激情的 你不能說好像辦了一個活動 反應不錯 我就要先演兵洗鼓 再看狀況 再看下一步 你要一鼓作氣 這個辦完 要一直不斷累積 如果什麼都算好的話 那不是政治 所以我常講 當初南投的立委選舉 蔡培惠 大家都認為蔡培惠不會贏 賴清德就是整個人 整個人下去 我記得在最後一場競選 最後一場晚會 賴清德把蔡培惠 從他的家庭 他的媽媽 媽媽 大家三人淚下 蔡培惠在那氣不成聲 那種感覺 那是感情 那是激情 他有票會出來 不是找一些藝人 來唱唱歌 放個煙火 辦個晚會 我覺得郭台銘 把那個政治上的商場上 那套用來政治上 我覺得會變成水土不服 什麼民眾黨要對柯文哲 這件事情要提告 他現在要告了 為什麼我們剛剛都不敢講 因為他民眾黨有講說 誰在講說 柯文哲講說 沒有要選到底這件事 可是柯文哲自己講 柯文哲自己講的 對 現在很多人都貼那個報導 就貼到民眾黨那邊去 現在民眾黨要提報 沒有 蕭敬遠今天早上已經道歉了 對 蕭敬遠已經跟民眾黨道歉了 說什麼柯文哲不會選到底這件事情 他道歉 今天如果柯文哲不選到底 那誰還要捐錢給柯文哲 對不對 很多人捐錢是因為你要選總統 你不選總統 那我們那個政治現金還回來 所以柯文哲一定要選到底 或者到後面的人 這些要捐款的人 金主這些不管怎麼樣 大家就爽就算了 反正你就不選了 所以他無論如何 他怎麼可能當富的 我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一串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個柯配 金普聰的低潮很滿 所以他又來了 他有很多資料 所以低潮還是低潮 所以他跟許巧欣講完之後 許巧欣就接受了 因為金普聰也跟他講說 他的低潮裡面有什麼 所以那個許巧欣接受 許巧欣是神擋殺神 佛擋殺佛 如果沒有要擋 如果不是神 不是佛 能夠讓許巧欣往後退了 就是閻羅王而已 除了閻羅王 許巧欣沒在怕 所以這件事情就看得出來 許巧欣的這個無賴 好 可是最後侯跟柯會不會合 有一種可能 叫做侯柯在事前就密謀整合 密謀整合